誰的小菜 人家的家長 拿著擴運器大聲招呼客人 南門市場裡每個走道都被人潮擠得 水洩不同 剛才密件還有各種的 都盡量給客人優惠買食送衣 各家攤販紛紛祭出優惠 大放鬆搬遷前最後一天營業 許多老客人搶著來採買 盛況有如過年 除了懷念過去好滋味 更有不少人拿起手機 記錄下老市場的最後面貌 多少都是會有一點 因為小時候就有來這邊 就是有跟爺爺奶奶過來買菜 關顧一下 對 然後都認識 有一點 覺得 對啊 以前很方便 現在就要再繞路了 覺得老台北的東西越來越少 感覺是這樣 當然會啊 南門市場6號過後 即將暫時歇業 時期要開始 會在位於杭州南路的 中級市場重新開張 之後會有接駁車接送 但距離原地址 步行要花上10分鐘 而且離捷運站也有距離 除了民眾不捨 經營數十年的攤商也相當感慨 不捨 很不捨 因為最起碼我們 那個安身立幣 就是看南門市場 這麼多年來都還好有南門市場 真的很感傷 我們在這邊待了那麼久 你看看客人那麼多 你看一看到客人 就跟我們講這個話 我們都是 就是因應不捨這樣 在地經營三十八年 南門市場內的名店 像是異常預防 核心高團店 以及萬有權精華火腿 許多勞店都受到美食專家青睞 像是胡天蘭 陳安琪 以及已故的 捧仁教母 副培梅 都最愛逛南門市場 如今即將戰時搬遷 南門市場 未來會更新穎 現代化 但對不少居民來說 逛舊市場的印象 只能存在回憶裡 這時溫錢還去台北了